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我们终于要学怎么杀球了 你们一直在等的杀球视频 好,要学杀球呢 你们必须要先会正确的握拍方法 正确的挥拍方法 和正确的转时方法 要是如果你们不会这三点 你们是没办法学杀球的 还没开始之前呢,我要说我已经正式 什么?我已经正式了吗? 我已经入住 入住 还没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说 就是我已经入住B站了 所以经常上B站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一键三 好,那我们废话少说 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吧 OK,好,像我说的 要学杀球呢,你必须要会正确的握拍方法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会正确的握拍方法 第三个就是你们的转身 好,这些呢,我都说过了 在我的教育视频,我都已经很仔细的说过了 但是为了让所有人明白怎么做 所以我现在带过一下 好,首先我要先说握拍 握拍呢,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正常的握拍方法 在中指上面 然后食指是这样勾着 这是第一种握拍方法 好,第二种握拍方法呢 就是稍微往这边側一点 拇指稍微抬起来一点 它会靠内一点 就第一种握拍方法呢 这边有点空间 第二种握拍方法呢 这边没有什么空间 好,它是稍微会这样子一些 这种握拍方法呢 就跟李仲伟的握拍方法是很像的 OK 好,第三种握拍方法呢 就是跟陶菲克的握拍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长一排握拍方法 OK 好,第一种是这样子 第二种是稍微靠上一点 第三种呢 是往这边扯一点 就稍微正一点 OK 等于你的V字呢 不在中间了 你就在斜冷了 OK 本来第一种呢 就在侧冷 第二种也在侧冷 只不过呢 现在没有什么空间 第三种呢 是稍微在你的斜冷 就更正一点 好,这三种握拍方法呢 都是没有错的 OK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么教 就最正常的 好,有些人会这么握 有些人会这么握 是没有错的 OK 好,什么是错的 错的就是呢 你的斜子排上来 你这么急修的话 你的斜子没办法发力 你一碰到球 你的斜子就会划开 这就没办法发力 好 还有什么是错的 就是你的拇指没在这 你拇指这样子 你一发力 就快就掉下来 或者是你的小拇指 这三只手指没在这边顶着 不管你怎么握 你可能有些人这么握 这种也是错 OK 就是呢 对的就是 四十手指在这 斜子在另外一个方面 四十手指在这个方面 另外一个 另外的斜子就在另一个方面 就对了 OK 有些人是这么握拍 有些人是这么握拍 有些人握得就这样子 OK 都没有问题 好 不同握拍方法 它有不同的握拍方法 OK 好 现在我们已经说了 怎么握拍 好 现在我们就说 握拍工作 OK 好 我先示范一下 OK 1 2 3 4 OK 好 从侧边看 1 2 3 4 好 有几个东西呢 我是需要你们知道的 好 第一个呢 就是架拍的时候 架拍的时候呢 你看我是这么握拍 我抬手的时候呢 这样子是正的 对吧 我就很自然的 手握拍 我抬手 拍面是正的 好 那如果我测身的时候呢 很自然的 它会有一点靠外 它很自然会有点靠外的 这个呢 你们可以去看 很多国际学员 他们都是有点靠外的 我知道呢 很多教练都会说 靠内 好 这个是OK的 但是呢 有一点呢 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啊 就是当你们在转过身的时候呢 你们的内旋要躲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看啊 如果我这样 就是 抬拍 我测身 它有点朝外 但是如果我转过小臂 摆正了 对吧 好 现在我就转我身体哦 你看 拍面是写的 那就是说 要是如果我的内旋 这个动作做的不够 我的球是切的 沙球是切 我的高原球也是切 我做一次啊 一 一 二 我们做二的时候呢 我们的 这个拍面呢 是有点靠这边的 OK 我手腕往后的时候 拍面是有点朝这边的 那我出来的时候呢 我要有一个旋转 我往前推 我有一个旋转动作 我有一个 这个动作 OK 好 不是转小臂啊 是手腕往前推的时候 食指往前推的时候呢 同时 转 食指往前推的时候 同时 转 那如果你是这么做的话 一 二 你看 在拍面很夸张 所以要是如果你这个内旋转 转的很少 你就会切球 或你转的很晚 球到了 就切球了 除非你要打正的话 你得转的特别早 而且要转的很多 你这个内旋 这个旋转动作 要转的很多 才会转 所以这一点 你们可能要注意 要是如果你们架牌 是这样架牌的话 要注意 当你们在做第二个工作 改造第三个工作的时候呢 你们这个内旋 转 要早一点转 而且呢 要转多一些 比起很多人呢 我们是振动拍 稍微有点朝外 一 二 我手往后倒 我往前一推 就这样 然后三 二 然后四 就 直接放下来 好 另外一点呢 就是你们的引牌动作 好 甲牌 一 好 像我说二 二就是当你们做引牌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 走台上来 小臂往后倒 你引牌太大的话呢 你打球呢 是会切球的 因为球在这 一 二 你打出去的时候呢 你浪费很多时间在这里 而且这个往上呢 是没有架的 因为你打球是要往前发力 你不是往上发力 除非你跟我说 你是要往上打 那 可以 但是谁会往上打呢 都是往前打 所以呢 当你做一 你这么做的时候呢 你往前去的时候 就你也会切球 OK 所以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是一 我上前的时候 我走台上来 我手腕会自然会往后倒 台 我走完 手腕会往后倒 我不这么做 我这么做 OK 我再做一次 一 二 OK 看清楚 走 抬到差不多眼睛这个高度吧 手腕自然往后倒 手腕会稍微 这个拍面稍微是这样子吧 它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没办法发力 这样子 它需要做一个内旋动作 OK 二 好 第三的时候呢 就是 食指往前推 带动小臂 然后做一个旋转动作 OK 来看 一 二 食指往前推 带动小臂 然后做一个旋转动作 摆正就好 OK 所以动作是这样子的 它会有点靠前 OK 四 五 就这样放进去 好 当你们在做三的时候呢 你们的击球点 不要在正中间 为什么 我做一 二 你看 如果放正中间的话 我的手 拍面是斜的 除非你打球是这样子 一 二 OK 这就很别扭了 OK 没有人就不打球了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 自然球会在你右撇些 一 二 三 OK 然后放下来 左撇子 一样的 一 二 三 然后放下来 另外一点呢 就是当你们 再练回拍的时候呢 你们经常会听到 抢高点 这个字 抢高点 抢高点 好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抢高点的意思呢 就是呢 高点打 就这个意思 OK 没有人说 一 二 三 四 没有人这么打球了 你这样子的话 你这边全都是紧的 你没办法法力的 之所以教练说抢高点 就是不要你这么打球 OK 或是这么打球 或是这么打球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呢 他们做引牌的时候 他们是这么做的 一 二 三 他们走路不抬起来 一 二 三 OK 抢高点的意思就是 一 二 这个就已经是高点了 你再高点 没有必要 这样子跟这样子 但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更难发力 因为你特别紧 OK 你要强高点 再高点 跳起来 OK 再高点 再跳高点 OK 这个发力方法就是这样子 你不能再直了 OK 再直的话就降了 这样的话你就没法发力了 OK 这一点你们要知道 OK 好 第三个呢 关于到 这个灰牌的这个工作 就是呢 不要这样打球 一 二 伸直后 猜错这个东西 你一伸直 好 差一点就唱出来了 好彩我忍住 好彩脏学又没有附身 OK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 好 今天我们就说是第三期了吧 杀球的教学视频 好 记得先看前两期 再回来看第三期 好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你一伸直 再见了 不用打球了 一样的就是这样的 OK 为什么会伸直 就是一 二 我往前推了 他才会直的 我发完力了 他才会直的 OK 所以如果我打一个高远球 你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他会往前打 这球不是往前去吗 不会往上飞 如果我要打一个高远球 很简单的 我不可能是站直直的 球在上面 提防是球在这 OK 我到位了 我一定会往上看 我左手的对球 我身体会往后压 我往后压的时候没有说 这样子哦 太过了 就我腿到了 我往后压就有用上腰了 就好 我再一 二 对不对 就连着往后压 我往上打 我往前推现在 你会看到是正的 但是因为呢 我的身体是上面有点斜的 所以我的发力呢 如果我不斜的话 我是直的话 是这么打 一二三 那如果是往后压一点 这个牌是直的 OK 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啊 发力是往前发力 OK 那点 不在最高 不在阵容的地方 它是有点靠前 那如果我要打高远球 我稍微弯摇一点就行了 好 第四个呢 就是一 二 三 四的时候呢 不要直接往左边放 因为你刚碰到球 你就往左边挥的话呢 你就会歪的 OK 其实直着放下来 如果直着放下来 有些人就会说 那你不会打你自己的腿 好 如果你是这么打 啪 下来 你肯定会打自己的腿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在转 所以 一 二 三 我下来四的时候 我的腰有在转 所以它自然就会去这边 所以我是已经挥完了 踩这边 踩往这边 那我右腿上前 OK 完整的 这就是 挥拍动作 你挥了挥拍 那你就要学 转身动作 OK 转身动作就是呢 我们在移动当中 我们要怎么去借力 我们要怎么去打 因为 在我那个教学视频 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 转身呢很多人都是同步 就是说 往前去 OK 什么叫同步呢 就是 右腿出 右手出 OK 这就是同步 同步的话是没办法发力的 像我说的 就跟 没有人这么走 对不对 一定是左右左右左右 一定是 左右左右的 同一样的 球是往后飞 我们的转身 一定是往后转 当你们在开始 在做转身动作的时候 你们就要会往后转的 因为球是一直往后飞的 球不是往后飞 突然停在一个 一个点 不动的 然后让你站着 这么打 没有这样子 球是一直往后走 所以如果我做一个 正常步把的话 我一定是 退 退 我打 一定是这么打 OK 这些我都说过了 OK 好 现在我们的转身啊 很快的带过一下 好 如果球在这个线上 第一个动作 我的确认步要先到位 我确认步要先到位 OK 如果我想要打个高点球 我确认步到位 刚好过球一点就行了 好 到了位呢 我就要抬 我的右手 就是一的动作 抬右手 然后呢 我的左手要抬高一点 这是为了 重心放在你的右边 OK 压 压在一边 抬手 OK 这个手抬起来 左手抬高一点 好 现在做二的时候呢 右手是不是这个动作 好 做二的时候呢 你左手是要往下拉 带动你的左腿 往下拉 带动你的左腿 然后这个就做二了 这个动作 OK 一 中心在右边 这边是松的 拉下来带动左腿 左腿不是拖 稍微往上收一点 二 OK 好 你左腿要落地的时候呢 这个牌就要甩 你就要做三了 OK 一 二 三 左腿落地 打完呢 如果下来的时候你右腿 要往上收一点 为什么 这边 就是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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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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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